花莲县政府推出的本土红面鸭 今天也游到我们的摄影棚了 当地的池南社区发展协会 看好了红面鸭所带来的商机 开发出了用树皮制作红面鸭 让游客来DIY体验 而今天是休假的第二天 来看到目前在花莲的最新情况 请蔡佩颖来告诉我们 佩颖 是的主播 花莲县政府推出本土红面鸭 在下水充气完成之后 为鲤鱼潭风景区带来大批人潮 当地的池南社区发展协会 也趁势推出原住民树皮敲制技术 所制作的树皮红面鸭 在春节农历期间 提供给游客前来DIY体验 构树的纤维它比较热 然后做起来也比较容易塑形 它比较深刻印象 看了以后就忘记了 回去就没了 这个的话想 还要再看到它 当初我是怎么去做的 您可以看到现场是利用构树的树皮 染成黄色之后 撕成一丝一丝的形状 贴在红面小鸭的翅膀上 就连红面鸭的嘴巴也是够树皮所制成 参观的游客借着DIY体验 制作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树皮作品 当作赏鸭纪念品 把时间交还给主播